今天我们录的是第九天 让我们海医生给他检查一下 有没有到时间 我们海医生只要拿鼻子一上手 他就知道有没有 刚才乡中大老粗了 那不准 大老粗是个小孩 怎么乡中大老粗呢 现在我们海医生为露娜把麦 如果麦相合适的情况下 我们海医生就会给他下了这种药方 完了海盗 海医生不积极 证明这个露娜还是没有到时间 你看看没有压佩佩 今天让他们两个自由的活动活动 我估计过这一晚上明天早晨 露娜就不会动 红战袍一穿 把海医生的加持就上去了 海医生他就那啥了 大家刚才看到了 我们小露娜和这个海盗出来之后 有一点问题 为啥 为啥 因为我们露娜 有点太高 海盗搭配起来的时候有点费劲 刚才我把红战袍都穿上了 红战袍都穿上了 但是给他扶的时候 他比这个利亚更红 根本就不暂停 好像感觉就是啥呀 就是我们多米那种的 我们露娜这个数值已经降下来了 刚才我们这个谁 海医生 海盗已经给他检查的时候 太不老实了 他有点像那个利亚一样 太猴了 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利亚 他这个有点高 明天我想想办法 必须得给他搭配上 估计是不用人工 自然就成了 这个家伙不好办呢 是不是 明天听见响了 明天海医生继续给你检查 千万千万不要躲了 你如果要是第二个多米的话 咱就不好办了 是不是 具体说一下 咱们这个露娜数值 今天有点反常 前天呢 是这个暴平阶段 隔了一天 然后现在就是最低的时候 三百六 然后最高的时候是 一千四百二 这个这个数值不对 我们这个大老粗和他玩的时候 他这个反应不对劲 一直让尾 所以说咱们就把这个海医生请出来了 海医生给他检查的时候 他也是那样 一直让我不动 但是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我们露娜 他躲了一把 这个可不是好事 是不是 改改明天吧 明天必须得给他扶住 我们这么漂亮的海媳妇 必须得要自动党 对不对 露娜 对呀 对呀 天必须得好事 简单 我们就把这解释 还是要不会让他扶住 让他不错